最后的时间咱们来说一下几个关键字 关键字 那么哪几个关键字呢 首先第一个 首先从这个字面上我们来看一下 read only是什么意思 只读对吧 只读OK 那我新建一个项目 我们来说几个关键字 其实其实呢 一些个新的关键字 只有这个read only 不对 a b c d e f 关键字 key word 好了 关键字 然后class program class 我实在不想写person了 super hero 好了 我写了这样的一个public interage 这样的一个字段 这样的一个字段 然后写上这样的一个字段之后呢 我在组函数里面 public static void main stream 然后接下来呢 我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super hero hero等new super hero 然后接下来呢 hero 第2 aj等时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呀 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read only 这边是什么意思呀 只读 那么既然表示只读了 那么这里还能设置值吗 就不能设置值了 对不对 不能设置值了 所以我们来看第1个区别 read only呢 表示 表示只读 表示只读 那么我们来看第1个 第1个对比 就是read only 和const const是什么鬼呀 什么呀 强量吧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们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read only 只读 也是不能修改 对吧 const 也是不能修改 对吧 那么你说 它们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public read only int a 是没有出始值啊 但是 你能不能这样写 public const int a 行不行 不行 必须得有出始值吧 我写个int a等10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对不对 第一个区别 const 常量 必须得有出始值 而read only 而read only 可以 没有 而read only呢 可以没有啊 然后接下来 既然 既然read only的属性 就是说read only的字段 就是说这个age呢 可以没有出始值 那么 就意味着 它可能会在其他的地方呢 进行一些个 复制的 当然这样 好吧 这个例子不太看了 好 垮掉 其实呢 是这样子 hero点这个age呢 在我们外界 肯定是不能去修改的 在外界肯定是不能修改的 所以我可能想 那我在内内 在内内能不能修改啊 我写个方法 public wide show 然后来看一下 age等时啊 看一下 行不行啊 不行 对不对 所以在内内呢 依然不能修改啊 那么read only 和这个 const第二个区别是 其实呢 在这儿是可以修改的 A姐等30 可以 在这是可以的 第二个呢 是read only 可以在构造方法中进行复制 而const 不可以 const 一旦确定之后 就永远不能再发生改变了 public const in the a 等时 我们来一个a等30 你看下行不行 这样做肯定是不行的 这样做肯定是不行的 这样做是不行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的read only和const的区别 read only和const它的区别 两个区别 第一个const的常量必须得有初始值 而read only可以没有 第二个read only可以在构造方法中进行复制 而const不可以 而const不可以 这个是他们两者的区别 那么除了read only和const我们做一个对比之外呢 还有一个对比 当然这个对比就没有const这么有意义了 什么呢 咱们刚刚讲的publicintage get return 或者这样 我们换一个字段来访吧 publicintage get return 只要是 能想到吗 能想到多少个 话说我应该把这改成private更严谨一些 对吧 有什么区别 其实他两个去对比 没有刚才咱们拿readonly和const那么的严谨 但其实他们两个还是有区别的 区别在于readonly的age 你是不是在构造方法之外的其他方法中都不能去修改 对不对 而构造方法会执行几次 几次 这个都不确定了 构造方法会执行几次 那是不是只有一次 对不对 实力化一次 实力化一次那是新的对象了 跟这个对象没有关系 对吧 只会执行一次 所以其实对于一个对象来说 他的age 是不是只有一次复值的机会 只有在构造方法里面 只有这一次复值的机会 所以其实这个也并不多 也就是说 基本上我们这个对象实力化好了之后 到后边你就没法再去改他的值了 但是 hp呢 hp这个字段能不能改 能不能改 hp这个字段的值 我随时我随时可以对他进行修改 我随时可以对他进行修改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你这外 内外不能访问 是吧 我内内可以访问 对不对 我随便呢 在内内的任何一个其他方法中 我都可以把这个hp改了 都可以把它改了 所以最终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结果呢 就是说这个hp 当然这个字段hp 我随时可以在任何的一个方法中 对他进行修改 但是age呢 还能改不能了 网掉了 网掉了 哎 怎么不是这个段 就是这个段呢 网断 好了吗 可以啊 我这连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字段hp呢 我随时可以在任何的一个方法中 对他进行修改 而这个hp呢 就不能再修改了 这个呢 可以算作是他们两者的一个区别 好 这个是我们说的一个readonly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这个这个这个关键字啊 readonly这样的关键字 它也是用来修饰字段的啊 用来修饰字段的 表示只读啊 表示只读 甜 an 味椒 开始 说 每 osoby 里面 都 怎么 说